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飞旺天下 現在全世界和中共角力 這樣就是放在台灣 不是香港 因為香港是中國的內政 這個是鐵一般的事實 但是你要和中共 所謂的叫著墨 或者較勁的話 這樣台灣就是一個最好的 你說是棋子都可以 因為對於中國 尤其是習近平來說 習近平就是要統一台灣 全世界圍著台灣問題 敲打中共 尤其當有台積電 這個護國神山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當台積電 或者台灣陷落的話 全球就會缺晶片 尤其是在高科技晶片上 直接 令到全世界 進入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所以 大家都會保護台灣 也是幾十個國家 無論是軍事外交 都在維護台灣 更重要的 不單是美國 其實英國也好 澳洲也好 美國也好 稱之為五眼聯盟 最新的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上年公佈 印太戰略中多處提及台灣 希望多方面和台灣加深合作之後 加拿大眾議院 加中關係特別委員會30號 首次通過全方委的台灣報告書 其中18點建議中提及台家應展開政府層級的外交訪問 也提到加國政府應明確主張 台灣的未來只能夠有2300萬的台灣人民決定 中國在這裏只能夠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更加呼籲停止為中加關係製造障礙 實際上 現在中國經濟不行 很多時候就想恢復和外國一些正經的生意來往 甚至外交關係 但是這班這樣的外國人 他們看通了 就是現在中國的經濟不行 這樣要跟中國講數的話 其中一個最好用的 如果你好像非洲國家 打算賺點錢用的很簡單 很簡單是什麼 當然 就是承認一個中國 如果以西方國家 你打算制衡中共 不讓中共這樣 事無忌憚地在國際上 呼風喚雨的話 這樣他們就會承認台灣 西市就是這麼吊話鬼 而加拿大在這裏這樣作出 事實上他只不過是由杜魯多 你說當日習近平笑杜魯多小薯仔的時候 杜魯多不奮氣 作出反擊又可以 你可以當是這樣想 第二 事實上 加拿大現在他們在挑選 對於中共來說 尤其是美國 美國由特朗普開始 真真正正和加拿大 簽署了一些互換協議 更重要的 在國際上的加拿大 其實是一個二線國家 他要找大佬 而大佬就是美國 大佬就是英國 當英美已經站在中共對面的話 那你就看到加拿大 他一定會緊緊 這個其實是一個利益 這個是很現實的 而更重要的 大家都要明白 台灣 台灣 蔡英文 她所高舉的就是自由民主價值觀 就是說 如果台灣有事的話 就是說 民主被極權這樣侵略 到最後 你們這些號稱的民主大國 容不容許一個已經民主成熟的地方 落在威權政治 或者極權獨裁者之手 所以蔡英文 她是聰明的 她真是聰明的 賴清德 也真是一個聰明的人 至於他們選不選到 那就看中共 因為中共這一種 每一站出來 接著我就跟你對著幹 就是你不對 天朝大國的起業 已經令到很多國家 開始頂不住和反思 尤其當中共的經濟差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 我不再依靠在這裡 既然不再依靠在這裡的時候 他們就不惜 不停地挑戰中國的底線 今天的加拿大 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接下來會越來越多 其實中西兩方面的脫勾姿勢 已經形成了 只要你一天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而對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話 兩個根本上就是水溝油 台灣問題就是中西冷戰 一個最主要的戰場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比賽 希望得到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訂閱科金看廣告